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沙盖 做税吏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沙盖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我罪人家里去住宿 沙盖站着对主说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浙盖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只来为要寻找 拯救 世上的人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就吝啬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宙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定银子 说你们去做生意啊 只等到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发使者随后去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 他寄德国回来 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头一个上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定 主人说 好 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世上有忠心 可以有钱并管十座城 第二个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五定 主人说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啊 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 我原是怕你 因为你是眼里的人 没有放下的 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 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眼里的人 没有放下的 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 还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回来的时候 连本代理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顶来 夺过他这一顶来 给那有十顶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顶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耶稣 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驴鞠酸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牵来 若有人问为什么解他 你们就说 主要用他 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解驴鞠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说 解驴鞠做什么 他们说 主要用他 他们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着耶稣骑上 走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说 奉祖明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塞人 对耶稣说 福祉 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成就为他哀哭说 巴不得 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照你的眼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足起土壘 周围环绕你 世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耶稣进了殿 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经上说 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 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了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 与百姓的村长都想要杀他 但寻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